好 繼續全球第一線 我們邀請到的是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 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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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段節目其實要請教林醫師 帶我們來看全球目前的疫情 美國已經OK了 但是印度的疫情飆升 而且日本先前隨著就業就學劑 他們的疫情也是反反覆覆的 可能會影響到東京奧運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不分開發中 還是以開發國家 是不是有疫苗還不夠 螺絲 防疫的螺絲必須要拴緊 台灣要如何從日本還有印度的經驗記取教訓未以籌繆呢 我現在想先強調一下印度 剛剛前面的報導 然後還有很多的報導 目前其實都把變種病毒 連結到這一次印度的疫情 像是什麼雙變種病毒 三變種病毒 有種種這樣的報導 然後說可能它有新的症狀等等 那可是我這個禮拜爬梳了很多正式發表的文獻 印度政府 那他們其實現在應該還很難說這一波疫情 完全是因為所謂變種病毒造成的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有一個問題是 他們所有確診的案例中 去定序的比例非常的低 大概不到1% 所以印度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因此你怎麼確定現在在各地流行的這一些 疫情是單獨因為某一株變種病毒呢 因為他的資料根本不夠多 那另外那就算這1% 我們看這資料是什麼 那我們有看到兩個數字 我給大家參考 一個是他們從去年到現在 他們專門有一個機構 在做這些變種病毒的定序 他們總共只定了大概1萬多株而已 非常的少 這還很初期的資料 那在這1萬多株中 出你意料之外 大概只有10%是變種病毒喔 10% 有90%都還是原本的 D614G這個流行株 所以你如何可以 連結這一次的大疫情 一定是因為變種病毒造成的 我覺得很困難 我們還沒有證據說這句話 那我再給大家一個數據 印度的新德里首都 那當然疫情很嚴重 那新德里他的數字 他 弄出來的變種病毒 大概2個月前 有3成是 我們很熟悉的英國變種病毒 英國變種病毒 現在在不管是日本 或是在我們台灣這次的機師 也是英國變種病毒 那到最後4月最後一週 提高到5成了 所以因此就算這一次印度的疫情 是因為變種病毒 我覺得應該也是英國變種病毒 比較可能 那我們這個已經不是新聞了 在世界各地 從去年12月 那英國開始 然後到全世界 我們已經看到這一個英國變種病毒 它的確有它的優勢 它慢慢的取代了原本在流行的這個病毒株 包括哪裡呢 包括以色列 英國本身當然不用講了 我們常常看到英國跟以色列這兩個地方 是目前疫苗打得非常好的地方 那他們現在好像跟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個疫苗打得好 然後以色列在16歲以上的人 他這個疫苗接種率已經到了8成以上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接近所謂的群體免疫 那可是 目前在以色列流行的病毒株 其實已經是英國變種病毒株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給大家一個信心 大家不要聽到變種病毒就色變 以為他到底怎麼樣 他也許傳染力或是致死率 稍微比原本流行的病毒株高一些 這個我們有看到一些資料沒有錯 也許高50%左右 大概1.5倍 但問題是我們很確定 不管在英國在以色列 你只要大量的施打疫苗 都可以很有效的壓制疫情 這是已經被證實的 不管是AZ疫苗 不管是輝瑞疫苗 以色列完全只打輝瑞 那英國的話是AZ打的還比輝瑞多 那他們也的確 非常好的控制住這個疫情 那我回到剛剛也有提到的日本 那日本又如何呢 日本這一次的第三度緊急事態宣言 那大家去看一下日本的外電 也是非常強調說 哎呀這一波好像是變種病毒 從大阪從關係開始 是非常嚴重的一波 所以大家要嚴正以待 那的確那他們很強調 關係的 現在流行的又來了 又是英國變種病毒 那關東也 這個也是很緊張 因為目前關東反而 英國變種病毒還沒那麼多 比例大概是三成 那關係幾乎整個已經都是 怎麼培養都是 大概八九成以上都是 那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這些疫情好好壞壞 有些地方爆 有些地方控制的很好 到底是不是只單純因為 是變種病毒自己的特性 我覺得這是大家要很仔細的思考的 像剛剛的報導有說印度為什麼這麼嚴重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他們其實政府跟人民都已經放鬆了 以為自己抗疫已經成功 然後做了很多疫苗 然後大家也不太打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 特別威脅的地方 大家印度是疫苗大國 可是他打了兩劑的比例 根本不到10% 低的可憐 因為他們基數很低 所以我覺得世界很多地方 其實都有這個問題 明明做出疫苗 然後大家不敢打 不願意打 不覺得疫情真的是威脅 結果印度是非常慘痛的教訓 所以我覺得 我們假如要從這幾個國家 不管是印度 日本 然後現在世界各國還有很多地方 又在延燒的疫情 智利 歐洲 這些地方其實都在面臨自己的第三 第四波 我們可以學到最好的教訓就是 疫情還沒有過去 他的威脅是非常真實的 那疫苗真的是 我們要脫離這種開開關關 疫情反反覆覆 最可能是唯一的解方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對疫苗 更有信心一點 那假如要徹底脫離這種開開關關的 巡迴 疫苗真的是 我們看著英國 看著以色列 真的是在示範給我們 你要乖乖的把這個群體免疫建立起來 你才可能真的從這個輪迴中脫離出來 是 好 那麼林醫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全球的情況 開開關關 現在的關鍵 您認為可能就在疫苗 而現在國人很擔心的就是 這幾天華航機師他們的確診 會不會成為國內的破口呢 如果就感染科的專業角度來看 機師他們明明就是已經 淚泡泡的模式出入境 來執行他們的勤務 他們的破口可能會在哪裡 而接下來台灣如何齊心來防守呢 大家最近這一個禮拜都很擔心 華航機師的問題 那因為到目前為止已經9位機師 然後加兩位那個印尼籍機師的家人 昨天剛剛確診 他的老婆也確診 那我覺得可還比較可以稍微安心 不要太擔心的是 目前為止都還局限在這個小圈圈裡 他還沒有真的進到我們的社區 像是雖然界定這個機師的兒子 10歲的兒子跟老婆 算是本土感染 可是大家要知道他們其實還 他們很早就被匡列 然後根本還沒有出去 我們的社區 那雖然我們現在已經產生這11例 看起來都有匡柱 這是暫時可以比較安心的 可是問題是有兩個擔心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查了半天 查了一個禮拜 然後也對機師們1200多人進行 等於是普篩 篩了PCR也篩了抗體 那可是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很清楚的釐清他們的傳染源 這個在我們過去一年的防疫經驗裡 幾乎是沒有看到過的 我們過去一年幾乎都是很快的就可以釐清 這大概是哪裡得到的 大概是哪裡傳染的 這次是前所未見的已經9人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釐清 誰傳誰 這個遍布四大機隊 那彼此間找不到關聯 這當然會讓大家有一點擔心 然後我覺得特別是華航的機師們 其實人心惶惶 他們也很知道 很想知道讓指揮工信告訴我們 我們到底哪裡有沒有做錯 有破口的地方 那昨天出來一個資料 我覺得很值得仔細的解讀 就是我們已經驗血清抗體 驗到快1000人 那中間有6個人有抗體 那這6個人裡面 其中有3個其實已經是被確診的 所以先不用擔心這3個 這個本來就知道的 那所以大概1000個人裡面有3個 有3個是我們過去一年沒有抓到的 那你可以稱他為無症狀感染者 現在很多新聞在討論的 像黃立民老師也有提到 這會不會是隱形的傳播鏈 那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看這個數字是這樣看的 新冠病毒會有無症狀感染者是 意料之中的 那重點就是他到底有多少 他的傳染力有多少 他有沒有造成災情 我們現在回頭抓 這一整年 我們想一下醫師機師們 這麼辛苦的飛了一整年 戰戰兢兢的 那結果最後其實只發生了 不算這一次的話 你大概印象裡 大概就只有那位扭籍機師 引起軒染大波 可是其他呢 其他他們其實多半都做得很好 就這樣相安無事過了一年 也沒有造成大爆發 然後呢我們回頭抓一千個人 也不過就三個 這可能無症狀感染 很久以前的感染 我們不太可考他到底是什麼時候感染 那他也沒有繼續往外傳播 我自己回頭來解讀這件事是 我反而是覺得 這證明了我們這一年 對機師的 讓他們自主管理的這件事情 其實做的是很好的 不管是政策或是機師們本身 自己的自律 那他們出出路都戰戰兢兢 然後一直噴這個酒精等等 那葉先生我們還想請教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國人最應該要繼續持續做 才可以維護自己個人健康 或者是幫助到疫情守住的 比較具體的行為 你有什麼建議呢 完全沒有變 從疫情開始就是這樣 一直就是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不要忘記有 不只是人與人的接觸而已 就像是 布陶的事件已經告訴我們 間接接觸是可能傳染的 這個我們已經受到很大的教訓 所以就是你出入公共場所 可能摸到任何大家都可能摸到的 像是門把 像是電梯扭 這些東西都要注意消毒 那繼續做這個 我們已經堅持了一年的事情 然後有疫苗來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因素 我們感謝您這節節目跟我們的分享 好沒問題 呼籲國人 謝謝謝謝 對要持續的做好自我的防護 才是對自己 對他人最負責的行為 醫師謝謝 謝謝